第十九课 生活的味道 一 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到五题 判断对错 例如 我想去办个信用卡 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 陪我去一趟银行 他打算下午去银行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 其中一个原因是 广告太多了 不管什么时间 也不管什么节目 只要你打开电视 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 浪费我的时间 他喜欢看电视广告 一 别以为做错了事道个歉 说句对不起就行了 因为得到别人的原谅很容易 但要重新让别人再相信你却很难 想重新让人相信很难 二 你好 我想理个发 稍微短一点就可以 一会儿我还有些事要办 所以麻烦你快一点 他在理发店 三 我想租一个交通方便的房子 离地铁站近点 但是周围环境不能太吵 房租最好也别太贵 当然 如果房东比较友好 那就更好了 他想租个大房子 四 音乐不仅是一门艺术 也是一种语言 人们对音乐的喜爱与国籍无关 通过音乐 不同国家的人可以交流感情 增进了解 人们可以通过音乐交流感情 五 他虽然不是在这儿出生的 但却是在这儿长大的 他三岁跟父亲母亲一起来到这儿 就再也没离开过 因此他对这个地方感情很深 他刚来这儿不久 第二部分 第六到十二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例如 该加油了 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 有 你放心吧 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六 你乒乓球打得真不错 有时间能教教我吗 没问题 没问题 我每周六都会来体育馆 到时候你来找我就行了 女的是什么意思 七 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我刚才叫你两次你都没听到 我去打印几份材料 一会儿上课讨论的时候要用 女的为什么很着急 八 打了一下 打了一下五羽毛球 肚子有点饿了 真香 今天吃什么 你鼻子真好 今晚我们吃饺子 再等一会儿 办马上就好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九 九 开一下窗户吧 热得我都有点受不了了 是你穿的太多了 把外面那件衣服脱了吧 根据对话可以知道什么 十 你看见我的手表没有 我印象里上车的时候还带着呢 那看看在不在你包里 不会丢在出租车上了吧 女的在找什么 十一 孙小姐 表格我做好了 您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 刚才忘和你说了 还要再加上一列性别 女的要求怎么做 十二 厨房里的这个灯太小了 抽时间换一个大点亮点的吧 以前不觉得 你现在一说 我也觉得确实挺小的 我今天下班去超市买一个 他们觉得厨房的灯怎么样 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第十三到二十二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例如 把这个材料复印五份 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 好的 会议是下午三点吗 改了 三点半 推迟了半个小时 好 六零二会议室没变吧 对 没变 会议几点开始 十三 请把姓名 年龄 性别 联系方式等信息 填在这张表上 好的 是在一楼打针吗 对 一楼 第二个房间就是打针室 到时候 表交给护士就行了 好的 谢谢你 男的最可能在哪儿 十四 您好 我要两张电影票 八点二十内查 好的 您选一下座位吧 电脑上这些蓝色的都可以选 我要中间的 第十排 九号和十号 好的 先生 一共一百二十元 他们最可能在哪儿 十五 你想租什么样的房子 最好是离公司近一点 周围要安静 当然也不能太贵了 咱公司附近是购物中心 估计没有太便宜的房子 如果交通方便 稍微远一点 我也可以考虑 女的想找什么样的房子 十六 请问 附近哪儿可以复印 图书馆一楼东边 有几台自助复印机 图书馆那儿人太多 总是排队 还有其他地方吗 那你要去学校外面了 南门对面有个小商店 那儿也可以复印 根据对话 男的最可能去哪儿 十七 小心 您慢点 我跟您一起搬吧 没关系 这个小沙发 我自己搬得动 您这是要把它搬出来 放哪儿啊 就这儿 再往左边一点就好了 女的在搬什么 十八 你学得可真快 我小时候学过两年的舞蹈 有点基础 原来是这样啊 那你帮我看看 我的动作对不对 总的来说 你跳得也不错 不过 胳膊再抬高点 就更标准了 女的为什么学得快 第十九到二十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灯亚平是中国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 也是获得世界乒乓球比赛第一次数最多的女运动员 她身高只有一米五五 看上去好像不是打乒乓球的材料 但她通过自己的努力 十三岁就获得全国第一 十五岁获得亚洲第一 第二年又成为世界第一 改变了人们认为高个子才适合打乒乓球的看法 十九 关于邓亚平可以知道什么 二十 邓亚平什么时候获得亚洲第一 第二十一到二十二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今天早上在上班路上 我看见同事小月 走在前面不远处 就想跟她打个招呼 于是我一边快走 一边叫她的名字 可她一直没回头 我只好加快速度 向她跑了过去 等到了她身边 才发现原来我认错人了 二十一 说话人一开始 想和谁打招呼 二十二 说话人怎么了 是谁打招呼 我只要是她的名字 我只能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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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够准备